同学们 回过头来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青蛙王子的故事 来 看一看我们可爱的青蛙王子 这蹲在哪儿啊 井里 蹲在井里 是不是题目已经告诉我们了 是的 有一口深九米的井 青蛙王子从井底向上爬 白天爬三米 晚上又滑两米 万经过多少天 青蛙王子才能爬出水井 好 这个王子是不是有点犯困呢 白天的时候很努力 往上爬了三米 但到晚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又往下滑了 两米 那也就是说这个王子有无用功 事实上它只爬了几米 一米 是不是只爬了三减二等于一米 对 那一天就爬一米 快速回答 九天 九米几天爬完 九天 九天爬完 是不是就九除一等于九天 是的 是吗 我们来讲一个问题 当第一天完整的过去的时候 什么叫做第一天完整的过去 一天一天 白天晚上都过去 对不对 当第一天完整的过去的时候 青蛙王子 爬了一米 爬上去一米 第二天是 两米 三 四 五 六 到六米的时候 这已经过到什么时候了 第六天过完了 是不是就是第六天完整的过完 是的 你睁眼应该是第七天的 百天 百天了 到第七天的百天的时候 说不定王子已经爬到六米的地方了 对 那好我接下来的问题来了 接下来这个白天王子会爬到七米 三米 白天爬三米 那总共也就是爬 九米了 是不是爬九 爬九米代表什么意思 已经爬到井上了 是不是爬九米 是不是代表这个王子已经爬到这个井上去了 是的 那爬到井上去 他还会往下滑吗 不会了 那傻王子才会往下滑呢 对不对 是的 一家已经爬出去了 干嘛要再滑进来 那通过这个你会发现 王子其实只需要几天就爬出来了 七天 嗯 前边是不是要有六个完整的天 对 最后只需要一个 白天 白天就可以了 所以王子一共用 七天 七天 哎 提姆 出来是出来了 你有没有觉得这七天有点什么不一样啊 哪天不太一样 嗯 就最后一天 哎 最后一天说不太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没往下滑 因为王子一旦要爬出这个井口 是不是就搁井上边蹲着不往下爬了 不往下滑了 嗯 是这样的吧 所以一定要注意 最后一天是啊 只爬不滑 那来 那好了 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详细的解答过程 这个是错误的对吧 用不了九天 首先我们要注意 最后一天是不是要单独计算 是的 因为他只爬不滑 因为他只爬不滑 所以把最后一天你先给他抠出来 接下来剩了六米 这六米是不是每天完整的上三米下两米 其实也就是每天爬一米 所以前面是需要六整天 而最后这个三是不是只需要最后一天的白天就可以了 是的 那因此需要七天就可以 王子就可以爬出去 是这样的吧 是的 好了 那我们有请李中同学跟我们总结一句话 这种题的关键之所在就是 把最后一天给抠出来 把最后一天抠出来 原因是最后一天 很特殊 只爬 不滑 不滑 好了吗 所以同学们以后在做题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把最后一天先给他 挖掉 先放旁边去 对吧 OK 这道题目我们就讲解到这 继续完 最后一天单独算 只爬不滑 同学 在线四题 等着你去做